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我挺想回答的一个问题 真的 念出来一下 你念吧 我帮你念 宝强确实提升了你的知名度 单就形象和出身你俩确实不可能 你怎么回应 其实这个新闻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当一个乐子看 然后很快我的宣传就回应了 因为可能就是大家关注的点不在我回应的上面 然后我们在华谊是同一个经纪人 而且以前在华谊的时候我是狠心嘛 所以他们是我们那个team们比较有名的 所以他都老带着我走红毯 华谊不是那些红毯吗 所以有很多照片 他出的那个照片是我们以前拍过的电影 那个时候我头发很长的 出的新闻是我头发短头 那个电影是七年前拍的 子虚乌有那件事情 对不是我的菜 我应该也不是他的菜 所以现在回答的是蛮认真的 真的很认真 因为我毕竟还没有结婚 又大龄女青年 我都特别怕别人会 你怕王宝强耽误了你 我怕我耽误了 然后我怕我耽误了宝强 对真的 而且对他也不好 因为他本来现在还有这些事 对他特别不好 对是正常的同事关系 对很正常的同事关系 哈哈哈 鸡宝强问一下 哈哈哈 来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王宝强先生 哈哈哈哈 没这个可能 这个没这个可能 哈哈哈哈 这世界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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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界很酷